那拜託你各位從現在開始快樂 只要有人走過你身邊 你坐在路邊 看到他們走過去 你就跟他們祝他們快樂 求歡迎菩薩加持他 那時候你會覺得你太重要了 你活的對別人太重要了 那現在我們要來幫助 所有死亡的 我想日本曾經發生過戰爭 而且很多動物被殺掉 包括我們的爸爸媽媽 包括祖先 那是我們要幫助他 讓他脫離一痛苦 讓他去極樂世界讓他升天 所以我們會到他那邊 阿彌陀佛 那這個時候各位 想跟你的往生的父母或祖先 除了想自己的 各位要慈悲 現在很多年孩子 墮胎小孩子 然後Motinawa這次去 哇24萬個人 琉球人 日本人 美軍 包括台灣人 魂墓 然後我想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動物被殺 你經常這樣想 然後你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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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去極樂世界 不是你的力量 但是因為你有悲心 阿彌陀佛就來帶他脫離痛苦 阿彌陀佛就來帶他痛苦 這樣 而且各位身上也會生病 比如說你腰不好 那你腰可能有一個煙心在主 就是一個無形的眾生 過去是你可能殺了他 或是你殺了一隻蛇 他附在你的臉 所以你現在 聼阿彌陀佛 他也得到超度 慢慢慢慢你就會痛了 特別癌細胞 現在有些癌症 癌症就是他報仇 他保護你 那你現在用慈悲心放在聼阿彌陀佛 他快樂了 他就超度了 你就不會再有愛心了 所以我們經常各位是日本人 他們來自於中國大陸 或來自於台灣 不論什麼地方 都有吐苦的眾生被殺或死掉了 所以你經常就這樣 坐在路面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很慈悲 因為你就變成阿彌陀佛了 因為你有這個吸引阿彌陀佛的力量 慈悲就透過你去幫助他們 你想到什麼他們就得到幫助 所以阿彌陀佛存在的目的就是 要幫助眾生脫離世界 脫離輪迴的痛苦 因為現在世界的人都在追求錢 追求我要做博士 追求我要做會長 追求我要談戀愛 他們好痛苦 最後還不是都是死 快樂來自你只要有一顆慈悲愛心 不要生氣的心 用花 看到花就看到極樂世界 用水 看到水就看到萬一普上 看到陽光 看到陽光就看到阿彌陀佛 看到地球就看到我們要幫助的眾生 你現在就快樂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是做過我的爸爸媽媽 我的師父跟我說 過去是也做過很多事的日本人 所以我才有機會 來跟各位報恩 然後我現在得到的快樂 來跟各位報恩 就是希望各位從今天開始很快樂 很快樂 所以以後在京都街頭 就靠各位很快樂 在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在告訴他們快樂的方法 所以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人總會心情不好 生病了 你就打扮你也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 你也觀音菩薩 救苦救難 祂會讓你沒有痛苦的心 沒有痛苦的身體 那你想到有動物往生了 看到紅木了 你可以幫他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人也可以 這個人在京都街頭穿得很漂亮 他好可憐喔 他再漂亮也會生病 所以你給他念阿彌陀佛 希望他聽到佛法 將來出極樂世界就快樂了 那希望各位成為佛陀的弟子 剛剛裡面 拿摩阿彌陀佛 意思是說 我已經相信阿彌陀佛了 我已經唯一觀音菩薩 那你就是佛的弟子 那我們做佛的弟子 有一個首先要做的就是 不要去傷害任何人或任何生命 不要殺他 不要偷他的錢 不要去破壞他的感情 不要騙他 就是不要傷害他們 這是基本的解禮 一位佛陀說 你傷害的對方一定傷害自己 你殺了那一隻老鼠 你將來就會車禍生病 你偷他的錢 你將來就會很窮 你破壞他的感情家庭 你生生世世感情家庭的破壞 行為反作有益 這叫因果 所以各位 連一隻螞蟻都不要去殺他 蚊子來叮你 然後揮球 千萬不要殺他 因為蚊子也是一個生命 如果你殺他 他將來投胎做人 他也會來殺你 他從來做鬼 他就來召你 讓你生病 所以要愛護所有生命 然後為了要保持一個很冷靜的智慧跟力量 各位最好不要喝酒 因為你喝酒你就 然後你就亂了 然後你就控制不了你的心 你就不會念佛了 這邊等一下他們準備了一份便當 要大家來吃 那裡面沒有一塊肉 也沒有雞蛋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如果我們吃肉 乃至魚那些雞就被殺 這樣不慈悲 如果我們喜歡吃雞蛋 那個母雞 小豐雞就要被殺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經常吃素 很慈悲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 諸惡莫做 就是凡是傷害別人 傷害世界人都不要做 可能他會傷害自己 佛陀進一步要我們來學習 眾善奉行 就是幫助別人 幫助一隻流浪狗 幫助一隻小螞蟻的事情 你都要去做 所以各位多灑食物 一點點餅乾給螞蟻吃 煙鳥吃 幫助生病的人 幫他們阿彌陀佛 幫助他們 這是該做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 以後越來越有錢 越來越健康 那你就拿一點點小麵包 幫助 給窮人也好 給那些鴨子吃也好 你已經在改變命令了 因為我有幫助別人 我有布施 你才會有富貴 有錢 所以等一下各位吃便當 我們會跟各位要 喜客飯 一點點飯 這是布施 我們會把這個飯收回來後 給死亡的吃 然後再拿到樹下 給那些蟻給鳥吃 我們吃個便當也可以幫助別人 佛陀說 不要傷害眾生 都幫助別人 第三個 讓自己的心平靜 充滿慈悲心 充滿愛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佛陀告訴我們 一個人生命之所以會痛苦 或是下抑鬱 是因為他的行為不好 他的行為為什麼不好 因為他有一個不好的心 貪心、生氣、驕傲 不相信因果、懷疑、忌妒 這些叫煩惱 因為煩惱 你的身體、嘴巴、心態 就造業 那這個業就會讓你 一直輪回很痛苦 所以佛陀要我們心靈 不要貪心、生氣 要相信因果 行為上不要傷害別人 幫助別人 你的生命就很快樂 將來也可以成佛 那各位等下要吃飯的時候 記住 這個飯拿到以後 不要馬上吃 用這個飯供養佛陀 供養阿彌陀佛 為什麼 佛陀說 你不吃一百億美金 在這個世間蓋鐵路 還不如不吃一點點水供養佛陀 因為佛陀是最大的 吃個飯、喝個水要供養四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三寶 佛法身三寶 第二個 供養感謝這些神、護法神幫助我們 第三個要供養的 就是六道眾生 第一道、二百道 所有眾生 我要吃飯我也先供養 第四個要供養的 就是我們的 爸爸媽媽、利賴祖先 過去對不起的眾生 我們叫冤心在主 我們也要供養他們 所以這個四個各位要背下來 三寶、護法神 所有眾生 父母、祖先、冤心在主 包括喝一杯水 各位拿起來 這杯水供養上寶 供養護法神 供養眾生 供養祖先 然後再把這個水 灑幾滴出去 給他們 喝水也是個功德 吃飯也是個功德 同樣我們把各位今天 坐在這邊一兩個鐘頭 的功德 各位等一下要吃一個素食的愛心便當的功德 各位來做三寶、神、眾生、祖先 他們都得到 好,謝謝大家 謝謝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要尽快用肥皂清洗双手 保持双手清洁是很重要的哦 我喜欢在运动之后 与朋友分享运动的心得 我们在户外聊天时 别忘了保持适当的距离哦 空旷且通风良好的地方 都非常适合运动 只要你有正确的防疫知识 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 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流汗畅快的好心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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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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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这 屋里 什么故事都有理 颖言同话 当玩有趣在 这里 欢迎你来这里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志工妈妈说故事 我是香香妈妈 我是芜芜 芜芜好 芜芜芜 你有看过马拉车吗 有啊 我在电视上看过的 哦 在电视上看过 那你有看过马拉车的时候 后面还跟着小马吗 嗯 好像没有耶 对了 谢谢妈妈 小马为什么要跟在马车的后面呢 哦 问得好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下面这一则有趣的故事 在一户农庄里 住着马妈妈和小马母子俩 每天她们都会走很远的路 为主人拉车 哎哟 妈妈 这车好重哦 我拉得好累哦 快到家了 就可以休息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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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你们 快进来休息 好累哦 妈妈 我饿了 孩子 别着急 主人一会儿就会给我们送吃的来 今天我们给主人拉了那么多货物 他一定会给我们准备美味的食物吧 可是当小马看到主人 捧着一大捧干草来喂他们吃时 感觉很失望 为什么自己每天那么辛苦的劳动却只能吃干草呢 可爱的马儿 吃饭了 今天真是辛苦你们了 赶紧吃吧 哼 怎么又是干草啊 妈妈 我们今天出了那么多力 怎么还吃干草 主人真的对我们很不好 你不是饿了吗 饿了就赶紧吃吧 妈妈 干草一点都不好吃 难道主人就不能给我们换换口味吗 孩子 我们马儿就应该吃干草啊 你不吃干草 想吃什么 唉 做一匹马真不值得 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 却只能吃干草 这时 主人拎着一桶奶油炒麦子从马厩旁走过 小马闻到了奶油炒麦子的香味后 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哇 妈妈 奶油炒麦子的味道就不错啊 主人为什么不给我们吃 孩子 那不是我们的食物 那这些炒麦子是给谁吃的呢 小马看到主人拎着奶油炒麦子来到了猪圈旁 然后把整整一大碗的食物放到了猪圈的桌子上 懒猪 快过来吃饭 吃进去吃 吃胖的 吃胖的 小马心声羡慕 妈妈 我实在不想吃干草了 那你想吃什么 味道真好 那只猪吃得很不错啊 我们怎么能跟猪比啊 为什么不能跟它们比 刚才主人不是说我们可爱吗 难道可爱就只能吃干草 好 哼 主人一边说猪懒惰 一边喂它们奶油炒麦子 真不公平 孩子 其实这很公平 妈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们替主人卖力 不论远近困难 都要将货物给拖回来 但是我们吃的却是乱糟糟的干草 喝着路上的脏水 而那些猪整日什么都不做 去吃奶油炒麦子 这难道公平 哎呀 孩子 你不要有这样的念头 你别羡慕那些吃奶油炒麦子的猪 时候一到你就会知道了 时候一到 什么时候 过年的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马和母亲依旧每天吃着干草 而那头猪却天天吃奶油炒麦子 转眼间 新年到了 家家互助贴春帘放鞭炮 啊 好恐怖的声音 妈妈 什么东西这么响啊 孩子 别怕 过年了 人类在放鞭炮呢 过年都要放鞭炮的 真吵 真讨厌过年 其实 猪更讨厌过年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耳朵大 更怕吵 嗯 他们怕的不是鞭炮声 而是怕丢掉性命 丢掉性命 难道鞭炮能要了他们的命 就在这时候 小马看到一个大汉 手拿绳子 走到了猪卷旁 妈妈 人类拿绳子 要做什么 一会儿你就不羡慕猪 每天吃的奶油炒麦子了 啊 救命啊 哈哈 救命啊 你们要干什么 安妮 救命啊 BowEN 救命啊 不错 好肥 看来这一年的奶油炒麦子 没白吃 救命啊 这么一头大肥猪 过可您足够了 救命啊 我再也不吃奶油炒麦子了 我要吃干草 可怜的猪 孩子 你还羡慕那些吃奶油炒麦子的猪吗 不羡慕了 幸亏我们每天吃的是干草 艰苦环境中 培养人们积极奋发的态度 安逸环境中 免不了遭受灭亡 贪婪 是指攫取远超过自身需求的金钱 物质或财富 也可以指得寸剑齐永不满足 疑惑 是指对某一件事物 透过他人解释后 依然不清楚内容 即称为疑惑 发生得太好 好可怜哦 你这乱臂就咬咬咬皮 结果鱼咬掉了 嗯 你的台语讲得还真好 哦 每一种动物啊 多有生存的权利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爱护所有的动物 这样才不会任意去伤害他们才对 那沪华我问你 在故事中小马羡慕小猪什么呢 小马羡慕小猪 不用拉车又可以吃的好吃的奶油炒麦子 而且他却只能吃甘草而已 母马告诫小马说些什么呢 母马告诉小马 不要羡慕猪 时候一到就会知道了 那母马为什么告诉小马这样子说 时候一到就知道了呢 因为过年的时候 猪就会被拿去杀掉了 所以猪只是一时的安逸而已 母马告诉小马说不要羡慕小猪 对不对 小猪被养得肥肥的 对不对 过年就会被抓去杀掉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的生活不要过于安逸 因为太安逸了你就会怎么样 就会惹获上身 平时都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譬如说做义工或是帮忙打扫环境或是到医院里去观海老人 当亲老人 孤儿都是很好的 哇香香妈妈我也要像你一样 生活才不会过得太安逸 嗯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哦 嗯 那霍华那我再请问你一件事情哦 小猪有羡慕小马吗 问你的时候啊猪被卖掉了 变成想吃甘草 很羡慕小马能够平平安安 与妈妈在马厨里面生活 嗯 霍华那你也有很羡慕别人的地方吗 有啊 我很羡慕电视里面的歌星 还有学校的同学长得很漂亮的啊 有同学可以到国外旅行的啊 霍华其实你也长得很可爱啊 那你觉得香香妈妈长得漂亮吗 嗯其实我觉得香香妈妈很慈祥 很像我妈妈哦 对啊那就对了嘛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质观看外表是没有用的 主要还是要发挥我们内在的优点 例如说啊我们讲话有礼貌 对人要和善啊 然后愿意帮助别人 那别人就会喜欢跟你在一起啊 那你的人缘就一定会很好哦 嗯 还有啊 你如果好好的练书啊 说不定将来可以出国深造 或是跟随了师傅呢 一起去出国访生啊 那你就可以出国了呀 嗯 嗯那所以应该也不用太羡慕别人 不过当同学有好的优点 可以向他们请教吧 嗯是啊 霍华是很棒的哟 可以融会贯通 嗯很好 霍华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小猪还是小马的食物呢 为什么 嗯我会选择小马的食物 因为马儿本来就是炒的啊 嗯哼 像我们吃米饭永远吃不腻 啊对啊 虽然米饭的味道有点平淡的一些 可是香喷喷又有营养 很适合我们来当食物吃 而甘草呢就适合马来吃了 而且啊 它可以跑得很快啊 让马儿跑得很快 千里马 烤得也很圆啊 他们也都是吃甘草 所以我们选择我们适合的食物就对了 每一种生物都有适合自己的食物 那霍华什么食物对人类最好呢 蔬果吧 嗯 我从小就吃树 我觉得树是很好吃 嗯 对啊 如果我们对每一种颜色的蔬果均衡的摄取 其实蔬果的营养 其实是很丰富的 足够供应我们身体的所需 就像香香妈妈 一样健康又有活力 嗯 你很会说好话哦 哎 其实啊 牛啊 大象 麻 他们都吃树的耶 哦 他们也很有体力啊 而且摄取多的蔬菜水果的时候 也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身体啊 才不会生病呢 嗯 那我也要叫我的好朋友们 多吃树了哦 啊 很好 多吃树呢 其实是很环保的 尤其珍惜资源 保护地球就靠到家了 那你会如何做呢 嗯 例如分类垃圾啦 资源回收啦 没有的电器要拔掉插头啦 嗯 很好 而且还要有一个就是 不要浪费指渣 这样可以减少树木的砍伐 爱护生理 尊重一切的生命哦 哦 还有 如果我们要去如何去效法这些 从逆境生存的人呢 不会去向环境低头的这种精神呢 例如故事中的母马虽然每天 过得很辛苦的拉着车 但她都不会抱怨 嗯哼 还是一样能够安分的拉车啊 吃甘草 啊 对 这就是人家说的知足常乐 虽然环境很艰苦 可是呢 她还保持的一种很快乐之主的心 而且每天感恩 每天有很多很多的甘草可以吃啊 还有很多人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 也是不像环境低头的呢 嗯 对呀 就像以前的玄庄大师啊 他到印度去起经的时候啊 还有那个释迦摩尼佛在成佛以前 都经历了很多的考验 最后他们都是不屈不挠的 最终就成就了呀 所以当我们遇到的逆境啊 或者不如意的时候 千万不要气馁 我们可以想想看很多的伟人 其实他们的遇遇比我们得到的挫折还要多 他们却从这些挫折中呢 继续的教训 最后他们都成功了 对呀 就像我有一次数学考的很不好 结果很难过 最后 考了100分 哦 那你很棒啊 所以说呢 到了逆境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啊 我们要学习故事中的母马 知足感恩 并且呢 从逆境中学习到的一些教训 再勇敢的去迎接新的挑战 对不对 嗯 很好 各位小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还有很多精彩有趣的故事等着你哦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